准备160克红薯和120克山药 分别切成薄片 放入锅中蒸熟 红薯和山药的量不是绝对的 只因为我家就上了这么多 重量不变就可以 蒸熟后倒入到大碗中压成泥 量折温热后搭入一个鸡蛋 加入3克酵母,20克白糖 不能吃甜的,糖可以补放 混合均匀 再加入300克普通中筋面粉 15克奶粉增加奶香味 5克黑芝麻 搅拌成絮状 由于红薯和山药撞熟后的含水量不同 面粉要酌性添加 最后揉成软硬适中的面团 盖好松支10分钟 然后移到案板上揉光滑 整理成长条形,按扁 再擀成一个长方形的面饼 厚度在1.5厘米左右 再按自己喜欢的大小切成小面块 不成形的边缘可以再揉一揉,做成小圆饼 然后将小面块留出足够的空隙,以此摆好 盖上保鲜膜,醒发半小时 醒发这体积明显变大 拿起来手感发青就可以了 冰底锅开小火预热刷油 放入脚面块 底部捞至变色后翻面 另一面捞至变色,再立起来 所有的面都烙成金黄色 按压能快速回弹就说明熟透了 香煎小馒头,蓬松柔软 吃起来有奶香,红薯香 丝丝香甜 鱼加了山药在里面 口感更是软软糯糯的 好吃极了 推荐朋友们一定要试试哦 美食天天更新 咱们明天见,拜拜